喝下來 嗯 超美 但是我目前夾起來覺得蠻適合我的 因為我夾起來超級無敵俏 Hi 我是OPHRA 今天呢就是剛好昨天禮拜五收到比較多包裹 包含我買的Elie掃射的東西還有新的眼影盤什麼之類 就想說今天出門前跟大家一起化個妝好了 所以如果想看這個底妝 不是 所以如果想看這個妝的get ready with me 的話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現在是禮拜六 中午 開個蠟燭燈 欸這加拿尼爾的兩顆蠟燭都被我一塊用光 你看兩個都快沒了 然後他們最近有在問說大家有想要別的什麼味道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的話可以去IG回覆他們小便 等一下我們 我跟奶油想要去買花 就是最近想要在家裡種針的植物 因為你們看我家裡就是如果你們有時候可以看到一些白色的話 我們家的話都是假的 因為我就很怕自己把花弄死 所以我們家的花全部都是假的 但因為我媽就一直跟我說 其實不只我媽 很多人都跟我說在家裡放假的植物其實不太好 所以我是沒有很在乎這種事 但是既然大家都一直講 那我就換一下好了 知你們有沒有聽到外面有多吵 就是我們家後面的工地呢 疑似在把妝 非常非常的吵 但也沒有辦法 先保養一下 然後準備化個妝 我最近很少假日化妝 上禮拜有 因為上禮拜陪我媽去牽車 然後又去吃母親節餐 不然像我這個禮拜回台中也完全沒有辦法賺 素顏一直坐在人體工學椅上 然後 就我的那個人體工學椅是在台中一間叫蠔優 人體工學椅買的 它裡面就是有點像是批發的感覺 就是裡面放了三四十座椅子 這樣就每一個都可以去坐坐看 然後它會再幫你介紹說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它會幫你介紹功能 都不便宜 我那一台買下來好像是一萬三 可是我真的覺得長期剪片 跟一直坐在電腦前面 我事先看到我姐跟果果買了之後 然後我做了他們就覺得非常的喜歡 那我姐跟果果買的也是不一樣的 因為每個人適合的不一樣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台中看 我們本來去他那一間看 就因為他一個小時只能接受一組預約 然後我們待在台北的時間 就是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去看 後來就去找台中男友朋友介紹了這樣 就我也非常喜歡欸 等了一個半月快兩個月終於等到 然後這兩天坐在椅子上 我都覺得天啊 原來適合就是工作 就是真的很符合你的工作的椅子 真的差非常的多 你的那個肩頸的壓力會少很多 當然還是要適當起來休息啦 但是我覺得 像這次 這次 這個月跟上個月 比較多是在投資在 工作上需要的東西 像是我 花錢買了新的iPad嘛 把我2013年版本的iPad淘汰了這樣 那個解析度 就是你們應該看我畫畫應該是 真的是滿明顯的差異 跟他的很多Procreate的功能都有 然後再加上他也可以開啟動畫輔助 所以我可以畫一些小動畫這樣 然後人體工學餘就真的是 因為如果我接下來 大概這個禮拜下個禮拜 我就會慢慢回復我的工作步調 那我需要完成的影片量就會比休息的時候多 然後呢我這個禮拜 假日收到比較多東西 像是Alice老師的這個 彈力捲翹睫毛夾我收到 然後這三顆單顆我都有買 然後我記得老師之前是 官網現在有九折是不是 我是他 預購開賣的 就是晚上十點我就買了這樣 然後其實滿多人問我說 就是體諒衣跟粉狀到底要買哪一個 我自己本人的話 我會覺得 如果你本身一顆都沒有的話 你可以直接買一盤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實用 相對於單顆來說 然後體諒液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挑一個顏色試試看這樣 但體諒液我本身是非常非常的推 因為它整個會讓你的底妝質感提升很多 可是也要你願意用 有些人餅大不用的話就沒有用 然後還有收到可動心的刷子 有腮紅刷眼部刷跟眉刷 哇有眉刷欸太好了 那我等一下的那個用眉粉就可以直接用這個眉刷來上妝 然後今天的底妝呢 我就是一樣要先用這個 植村秀的紫色 紫色式底乳 然後通常紫色式底乳呢 我都是用手直接塗開 這樣用美妝蛋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用美妝蛋 你的料體會比較多被美妝蛋吸走 你上的料體就必須比平常多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順著一下 因為它這個 植村秀這個它是SPF有50 所以如果用它的話呢 我就不會再另外用防曬 除非我是 當天有要先去別的地方讓我沒有化妝 我才會用 不然其實我就是直接用它 然後喜歡植村秀這一點是因為啊 它不會讓你的臉變很死白 它是提亮的很好看的感覺有沒有 就是有一種光澤感 這一點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 把你的皮膚弄得很漂亮的感覺 因為我最近的化妝包都帶得非常的簡潤 所以東西也不多就是了 我要用蘭蔻的粉條 今天其實我們真的也沒有要去哪裡 但就想說 難得想要化妝就一起來化好了 蘭蔻粉條被我用到就是這旁邊的 logo會不見 然後我要用美妝蛋是這個 19pm的 的美妝蛋 就他們那天 就是寄Email跟我說想要寄給我他們的美妝蛋玩玩看 我覺得這盒子很可愛耶 是不是很幽默 盒子很可愛 然後它是這樣子 這樣子扣起來的 好啦 少女應該會愛吧 會嗎 應該會 那我先用咖啡色的來上 我的這個粉條好了 然後定妝噴霧一樣是用我目前的摯愛 就是子孫秀的無極限底 定妝噴霧 它這個美妝蛋是屬於比較有彈性的那種 所以如果你要比說市面上我用過的 比較像的觸感的話 應該會比較像 Echo Tools或者是 Real Techniques那種就是有 有扎實度的那種感覺 它跟Reval或者是Beauty Blender那種 比較軟的感覺來說又不太一樣 這個顏色我是蠻美的 蠻喜歡的 因為覺得就是怪怪的顏色 這個顏色我蠻愛的 然後它可以放在這個盒子裡 是蠻方便的 就有一個加的感覺 遮瑕的話呢 我要用一下那個 Bobbi Brown的 冬床下草的遮瑕 稍微遮一下我的 豆疤跟泛紅 然後我等一下要再用那個 Alice老師的提亮液 提亮我的眼下淚溝啊 跟蘋果肌 Bobbi Brown的這個遮瑕 我還不確定夏天會不會適用 就是接下來更熱的時候 我再來試試看 我只覺得它的遮瑕度算是不錯 然後它的濕潤度很高 就是比較偏濃稠感的遮瑕啦 所以如果你是乾肌的人應該很喜歡 油肌的人的話呢 你就要好好的定妝了 但是夏天如果更熱一點 我就不確定這個會不會適合你 我會拉在就是眼下 然後跟淚溝這個小三角區這邊 因為我這邊比較容易會凹陷下去 看起來就是會有一種 年紀感跟疲勞感 但是如果這時候呢 靠就是化妝的一些底妝 把它打膨的話 你整個底妝看起來會亮很多 就是質感啦 這就是 底妝的質感真的會好很多 可是上次Alice老師有提醒我 就是她看我影片發現我塗得有點太快 塗得太快的話 你這邊的面積可能會膨的太多 你看起來臉稍微就會變大 所以就是拉進來一點有沒有 這邊就是有膨起來的感覺 膨膨膨的 那如果你是淚溝在更明顯的人啊 你可能就要先用 呃 校正顏色然後再用遮起來 然後再用打膨 效果會比較明確 有沒有 立刻膨起來 然後今天蜜粉我想要用 蘇苦的蜜粉 好久沒用蘇苦的蜜粉 然後蜜粉刷一樣是用03E的502 上次在IG我有偷送 就是禮物給大家嘛 因為03E送了我一支 但是這一支我自己已經買了 所以我就抽獎 會抽到一個香港的女生 她一開始還私訊我說 她應該沒辦法收到 但是很謝謝我 沒問題的 我還是會幫你寄的 但是我 這個禮拜才會去幫你寄 蜜粉上一點點就好 不會上太多 我最近就是喜歡粉量非常少的感覺 好定妝噴霧再噴好之後呢 我要來做最期待的一件事 就是夾睫毛 因為今天可以用Eli Sauce這個 AM Fairyland的 Eyelash Curler AM彈力捲翹睫毛夾 登登登 是黑色的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就是幫你卡住 你壓緊之後就可以把它拿掉 我覺得它這個的造型啊 跟我現在用的Beauty Cottage蠻像的 外型比起來是蠻像的 然後它的壓起來的感覺 感覺是蠻緊實的 這個C字部分看起來是還蠻圓潤的 不知道適不適合我的眼型 我們來試試看 因為它也是那種彈簧蠻Q彈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跟那個Beauty Cottage一樣 就是不適合一下就按太重 你一下按太重它應該會立刻變垂直 天啊我的睫毛已經捲了欸 Eli Sauce這個睫毛夾它比較捲 它的弧度比較凹進去一點 所以它應該是更適合眼睛比較圓的人來用 因為如果你是眼睛比較長的人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你的眼睫毛好像放不進這一塊 還蠻符合我的眼線 你們看我大概才夾三四下我的睫毛已經整個圓 圓翹起來了 就是圓弧度已經跑起來了 如果單純跟Beauty Cottage比的話呢 它就是比Beauty Cottage在凹很多 就是凹進去的弧度 這邊它比較凹 但是我目前夾起來覺得蠻適合我的 因為我夾起來超級無敵俏 而且真的是不用太用力欸 就是輕輕的 因為它的彈簧很Q潤 就是你真的不需要太用力欸 你就是輕輕的把它從尾端這樣稍微的往上拉 睫毛就俏欸 但我有深深的感覺到這個弧度 比較適合眼睛是這樣子的女生來用 可是也因為這樣啊 它把我的睫毛真的是從頭到尾的都夾圓了 從頭到尾一根不剩的都夾進去欸 真的欸 我的睫毛是從頭到尾都被夾起來了 很厲害欸 目前第一感想還蠻喜歡的 但是我不確定它會不會適合所有人的眼型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我用過 數一數二很圓的睫毛夾 我是不是一直在重複講這句話 但是就是真的很圓 然後呢 我要上一點點這個 提亮液在眼睛上當那個 眼部打底 因為我今天呢也要用一個新的 新的眼影 欸我今天用好多新東西 就代表我又要畫很多東西 可是現在這個有了新的iPad之後啊 畫東西都畫得比較開心 因為我可以畫到更多細節 很多筆刷 極細筆刷 是以前在我的2013年版本是沒有的 就是我很多細節我是真的已經放到最大 然後那個格紋都已經很不清了 解析度都看不到的那種 我今天要用的眼影呢就是 登登 肖凱老師的日安盤 Icon palette 然後這個是bonjour 我之前有買過那個火星盤嘛 火星盤我有跟你們說我覺得 一切粉質啊顯色度啊什麼都很棒 可是我 不覺得它是你人生中一定要擁有的盤 因為它的價格偏高 然後這次我買日安盤呢 我一樣是有那種覺得要朝聖 然後想要收藏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肖凱老師就是把一切的行銷什麼 都弄得非常的漂亮 再來就是我覺得它的調色 我看了它畫在model上我都非常的喜歡 這一次日安盤呢我覺得我可能會 就是跟火星盤比起來我可能會更喜歡它 是因為我最近比較喜歡這種很清淡 然後有一點淡粉色啊 然後帶一點紅棕色的這種 顏色 就是它整體看起來會更吸引我的注意力 因為紅棕盤就可能就是去年就是已經出太多了 我就是已經有一點點膩了這樣 好然後刷子呢就是看我包包裡有什麼好了 就是最近都在用031耶這個 第一個我想要用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叫什麼 smoke salmon 煙燻鮭魚色 抹在手上超級無敵美耶這個顏色 如果大家要看一些什麼手部試色什麼的話呢 他們自己的IG啊 然後還有很多KOL都有分享 大家可以去看 那我自己純粹就是一個 一般消費者買了之後呢 然後 畫在眼睛上呈現給你們給大家看 顯色度非常的棒 這個在火星盤裡面的表現就是這樣 它真的是上一點點啊 它的 顯色度啊 跟它的暈染度都非常的好 黑咖啡 放在我的下眼尾三分之一處 我那時候是好像是五月十三還是五月多少 就是 立刻 預購了它 因為就覺得很喜歡 喔這顏色好美喔 然後我要用這個 Purl Sugar 這個顏色畫我的臥蠶 如果你是那種沒有很多的眼影 很多眼影可能都只是單顆眼影 或者是一兩百塊那種眼影 我覺得你可以投資一盤這個 但如果你不是那種很在乎 嗯 一盤兩盤 就是你想很多種顏色那種的話呢 我覺得這一盤不一定要擁有 就是大家自己要看自己的 平常化妝的需求 不然其實我覺得小小老師 這兩盤都做的 算是很有質感 只是我覺得它的價格真的偏高 所以 如果你覺得韓系 眼影比較容易會掉粉 但是你沒有關係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韓系眼影很多 的選擇度會更高 然後 伯爵茶 花在我的 蓋在剛剛那個 霧面色上 伯爵茶是帶有一點點 亮粉色 再用一點點伯爵茶 上在我後眼尾 三分之一處 靠近睫毛根部 再稍微的往上 因為今天也沒有想要多浮誇 就靠近睫毛根部往上延伸一點點 然後這個 伯爵茶這個顏色 它是伯爵茶嗎 喔不對這個是黑咖啡 黑咖啡這個顏色是完全霧面的 然後剛剛伯爵茶是有一點點亮粉色 它就是上下 這一排是全霧面 然後這一排呢是 有兩個亮粉是顆粒比較大的 然後兩個呢是有 帶珠光的 然後這兩個也是霧面 就基本上你要在這一盤裡面找到的質地呢 都算是可以滿足你的很多眼妝 然後它的顏色配色我覺得 我比火星盤更滿意 然後呢我再用手沾一下這個 PRO SUGAR 還是它是Ry bread PRO SUGAR 它應該是PRO SUGAR 沾在眼皮正中間 這個顏色我覺得跟火星盤的那個亮粉色就蠻像的 因為它都是帶有一點粉色的燭光 可是火星盤我覺得相對之下用手去摸比較容易掉粉 因為火星盤我其實弄得蠻髒的 但是我也沒有用到說超多次 可能就是 十次以內吧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火星盤掉粉會比日光盤來的嚴重 有可能是火星盤的顏色又再重了一點點 差不多就這樣 很美耶 我覺得這盤超美的 如果真的是火星盤跟日光盤我真的會比較推日光盤 可能是我最近心情跟整個 心境比較喜歡的色系就是這些這樣 OK我忘了我那時候買的 八台多嗎 好像也是八九百的價錢 所以它真的不是一個便宜的東西 可是它整個質感來說是 我覺得是很棒的 再來眉毛的部分呢 眉毛因為我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我就是 一樣用我平常用的這個 Salon的眉筆加上Kate的眉粉 然後Salon的眉刷 Hello Kitty系列 是新的 用眉刷來上眉毛 看起來會比較俐落一點點 然後我通常都是沾上面的這兩個顏色混合 然後在鏡子上面 讓它的顏色比較自然一點 再上在我的眉毛上 其實因為眼妝沒有很重 所以我的眉毛也是走一個比較 淡雅的路線 昨天真的是 從台中開回來真的開超久 因為下大雨 所以很多地方都超級無敵塞 超級無敵塞 然後高速公路上又有很多 就是烏龜車硬要卡在內側車道 希望大家再次注意這一點 就是內側車道是用來超車的 每次看到內側車道 然後停了就是很多我不想講品牌的那種車子 我都會覺得很豁達 好 然後刷子的話呢 用手上膚的眉梳梳梳梳一下 它這個眉梳啊 不會很軟不會很硬 但是它刷起來卻會讓你的眉毛還蠻明確的 它的刷毛還蠻軟 但是也可以畫出俐落的眉型 這個我蠻壓抑的 然後它的眉刷的刷毛 比我一般的眉刷來的長一點 因為很多眉刷它刷毛其實都是很短 而且SALONE的眉筆好像都是 SALONE的刷子我記得都是100多 甚至有時候他們的APP在做折扣的時候 又會在打折什麼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細的關注 像我都會這種訊息啦 我都會就是 藉由他們的Facebook或他們的官網知道的 就是它什麼時候你用APP下單會多折50塊啊 什麼時候會免運啊 什麼時候有兩件七七折什麼之類的 就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比我更清楚 因為我自己已經算是一個很不會比價的人了 但是我現在最常比價就是 我一定會想辦法用Shotbag回饋 再來就是會看說哪一個刷信用卡會有折扣 眉頭刷開之後呢 拿一個鼻影刷把眉頭帶下來 眉頭多餘的顏色帶下來 這個鼻影刷是Spicy Choco的 就用到現在還是非常喜歡的Spicy Choco的鼻影刷 非常的圓潤好刷 不會結塊 很好的可以把你的顏色暈下來這樣 然後鼻影色呢 我再沾一下不關燈的鼻影色 再稍微修飾一下 不關那個鼻影色 我真的超級超級無敵的愛 這一盤我已經用到鐵片成這樣 你們應該就知道我真的非常喜歡 這樣子 看起來還蠻自然的 然後呢 我要再用Salone的眉筆 加強我眉尾的這個 顏色 因為有時候用眉粉啊 就是 你那個空隙都填補出來沒有錯 但是 漸層感呢 就是要 可以再 最後push一下這樣 所以我會再用眉筆稍微修飾一下 但也不是每次 我有時候其實用了眉粉 畫完就覺得 欸 蠻美的就ok了 畫眼線用1028這個 黑色的 一樣只有拉眼尾 我沒有 拉到前面來 我就只有拉一點點眼尾 因為我想說 我通常畫完睫毛膏 只有眼睛就會蠻明確的 好然後 我剛剛看我的睫毛其實都還是在上面 但是我可以再夾一下下 我很不喜歡畫完眼妝才夾睫毛 就是因為睫毛夾會變髒以外 你的眼妝也可能會變髒 因為 就是你的眼影會被弄到 所以我都一定是畫眼影之前就會先夾睫毛 好然後 睫毛呢我現在就快速的完成它 Alice老師的睫毛夾真的讓我的睫毛尾端 都是捲翹的欸 我覺得很厲害欸 但是因為我今天只是第一次用它 我會再 持續用久一點再跟你們講 我覺得怎麼樣 我這次純粹是一種想要收藏跟囤貨的心情 才去買就是單顆的 不然我自己是真的覺得 買不關燈那一盤比較划算 因為裡面還會有 修容 Be in 腮紅打亮眼影色 就是一次買六個顏色 然後我記得是一千多 然後又有一個大鏡子 我覺得帶出門超方便的 如果是像我一樣就是已經用到鐵片 有幾個顏色特別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像我一樣去買單顆的囤貨 真的是從頭 捲到底欸 我沒有用燙睫毛器欸 我覺得很厲害欸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好然後 我蜜粉上了對不對 那我來上打膨 打膨 然後剛好是用Alice掃色 這個是底妝刷吧 我覺得打在我剛剛 淚溝下面這邊 一點點 這個打膨真的是要少量多次的上 也不用冒多次 就是要少量 因為它真的很膨 然後它是帶有冷光感的 所以如果你打太多的話 我覺得你的臉會看起來藍藍的 所以真的是一點點就好 就是這樣 稍微就在這邊 它打光效果超明確 然後呢 修容 修容一樣就是這一顆 一模一樣 只是這個鐵片 但我還是會先把鐵片用完 再去用單顆的 修容我用的是Rivelle的刷子 Rivelle這個就是很像 馬卡龍的那個厚度的刷子 超級無敵喜歡 它已經有點打敗那個 Sigma的那個 火柴型的那個修容刷 在我心中的地位 我之前是最喜歡Sigma那個 火柴型的修容刷 下巴再稍微打 然後鼻影剛剛已經打過嘛對不對 現在要打 打亮 打亮這一顆跟這一顆呢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因為剛剛我這個我已經開了 所以這個我可以拿來用一下 因為這個是唯一我已經被我打開的 打亮我也是稍微上一點這樣 有沒有它是霧光感的打亮 看起來只上一點點 但其實你的光感就已經非常的夠 我記得我那天看那個 Cole Ray老師的影片 IG的小影片 他也是超喜歡這一顆打亮 有沒有 然後 它的光感其實是非常明確 雖然它看起來很低調 它是帶有一點黃色的 米黃光感 然後 每一下也要 眉頭 然後 然後人中一點點 把它下來 嗯 超美 OK好 相機沒電 腮紅 腮紅的話呢 我就也用 Alice老師的這一顆好 這顆腮紅的顏色我很喜歡 腮紅刷 用一下 SALONE的這個 Hello Kitty的腮紅刷 這個腮紅我超喜歡 因為它就是有點帶蜜桃橘的粉色 這個SALONE刷子我覺得它刷上臉呢 沒有到動物毛那麼舒服 但也不會到刺 然後它是有層次感的 所以我覺得 它的抓粉力還OK 但是如果你要拿來上霜狀的話 我就不太推薦 我覺得這種比較適合拿來上粉狀 如果你是霜狀的話 我建議最好的還是手啦 因為手有溫度 不然就是噴濕的美妝蛋 眼妝跟整個臉的妝容就差不多了 再來就是口紅 口紅 那我想到我之前雀斑的這幾支 我好像只用過兩支還三支而已 還是一支而已 就是沒有全部用完 我上次好像就是用蜜糖可可耶 是嗎 那我用一下這個好了 這個 青螺粉膚色 先用唇線筆 它超好上的耶 很好抬開 不會太乾 那我剛剛也是有上附唇膏喔 然後如果你是根本一樣自然膚色的人啊 基本上你蓋了這個你的嘴唇顏色就不見了 可是又不會很顯唇紋 哎呦 我現在怎麼看起來很像是 Khloe Kardashian之類的 然後我要再蓋一個顏色 珊瑚橘會不會太深 珊瑚橘是跟它是一圓的嘛 那我來挑來看這個 珊瑚橘 我最近除了KATE以外 好像沒有入手新的口紅 所以 快把之前沒有用的 趕快拿出來一樣一下 但是我最近很喜歡看Nancy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Nancy現在生兩個之後 很可愛 也不是說她以前不可愛 是她現在感覺更親 親近大家的感覺 然後 她這兩次的那個斷舍裡 是跟她的小助理還有剪接師一起拍 為什麼說她們小是 因為她們才21 22歲 然後她跟她們聊天的時候 都覺得超好笑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Nancy的影片 她好像一個禮拜會有三支影片 會讓你的嘴唇看起來很飽滿的感覺 對不對 好啦 那今天的妝就畫完了 等一下就是要跟男友去逛個花室 然後就要回來了 假日其實也沒有要去哪裡 就是特別畫個妝 然後出個門 然後就回家這樣 欸然後這個項鍊呢 是我之前跟學弟 那個Around Mood買 就是跟這個戒指一樣 這是她們的新品 超級無敵喜歡 就是她們的那個荷包蛋 這應該就是她們那個荷包蛋吧 然後是925純銀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比較容易過敏的人 就不用擔心 然後我的戒指也維修回來了 這個我修了兩次 因為可能後來我手有變細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或帶久 因為我完全沒有拆它 所以那一天她那個斷的地方呢 就是住的地方又斷了 然後寄回去她們又幫我免費修好 就是感恩她們 然後今天妝就完成啦 這個襯衫呢 是跟Y&J買的 就是我之前IG有Tag他們 就是大概兩三個月前買的 所以我不確定現在大家還買不買到 但如果大家對這件襯衫有興趣的話 那可以去截圖問一下Y&J 好啦 那就這樣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啦 我現在要整理桌上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要準備出門了 哪有你好了嗎 你要抓頭髮嗎 蛤 看你抓頭髮很帥欸 好啦 那我要出門囉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